观众朋友午安欢迎收看9月16号的吉隆五金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虽然现在9月份了 不过基隆这两个月来的降雨量少得可怜 水库方面已经露出了杜琪县 虽然还不到限水的范围 但是水公司还是呼吁民众要节约用水 今年酷暑加上雨量又少 新山水库露出了土地 而白鲁斯就停在露出的土地上休息 一点声响百知其非相当壮观 虽然水库露出了杜琪 但还没有到限水范围 水公司呼吁民众要节约用水 目前新山水库是77.15 576万吨 那目前因为水情比较吃紧 那限水的前线是因为政府在统一调度 那目前的话是还没有这个信息给我们 今年目前新山水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优氧化 那最主要是八月份的降雨跟九月份的降雨都没有超过一百 所以造成这次的台风来水量也没有多少 那本来水库放14万吨的 到昨天下雨以后 目前才放了两万吨 那希望就是在礼拜五还有一个封面到 看能不能给基隆带来雨 然后还是呼吁大家节约用水来渡过南关 水公司还是呼吁市民朋友节约用水 也期待周五封面为税库增加水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